台北市長柯文哲最近受訪的時候 常常會在聯訪結束之後 聽到記者的關鍵字又再度受訪 像是被問到了加派警力 來保護上海台辦主任李文輝 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都已經離開受訪地點 但是他又走回了原位 而前一天柯文哲被問到 韓國語的問題時 同樣一旁的幕僚是又拉又喊的 但是柯文哲還是在原地 滔滔不絕地講 被議員質疑 副發言人太多 可必強調功能性分組 有時候發言人還是專業 像每天被迫堵麥 也不見得 你要是講ECMO就專家 你叫我講那個什麼建築 什麼容積力 那我也聽 我也不是很懂 等等 被迫堵麥 沒有聽錯 柯文哲用了被迫堵麥 戴著四個字 那就瞧瞧他這幾天有多被迫吧 謝謝 是自肥還是拉抬水 好來 好安心 我要忍住 安心 因為他是這樣 因為事先有情資嘛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前一天 同樣的狀況發生在典範快要結束時 我覺得以後國民黨改革會更困難 那之後還有機會嗎 市長 很傷 多少能量 就看花一線嗎 不曉得 這個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所以現在預言韓國瑜是贏不了了 贏不了了 從10.5分56秒到10.6分離7秒 短短11秒內 不發言帶語文先是喊好 再拉他老闆 再拉 再喊 再拉 再喊 終於等到了這一刻 選舉只剩下三個月不到 香港我看一兩個月內不會結束 不會結束 還會再拖下去 好 謝謝 聽完還是會拖下去 不發言的臉似乎到盡了一切 對選鄭雄欣 走不牢